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把这个展开以后 x4次方向的系数等于多少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平方嘛 等于是两个相乘 1加2x 加3x平方 加4x3次方 加5x4次方 乘以多少 乘以这个 1加2x 加3x平方 加4个是三次方 加5个是四次方 那能够产生四次方的 就这里四次方的话 这里是零次方 这样就有四次方的 那再三次方跟一次方 那这个二次方跟二次方 好 那这个一次方跟这里三次方 那又对称了 这四乘二的话 这里就二乘四 所以的话 是等多少呢 是五乘一 五乘一 四次方其实五乘一 加多少呢 加四乘二 四乘二 那这个只有一项 这里有五乘一跟一乘五的话 是这样等于两项 就是说 五乘一 四乘二 那加多少呢 三乘三 再加二乘四 再加一乘五 一乘五就是这个乘这个 所以这样等于多少 一项的就只有这个 其他都是两项的 这个跟这个 只有五 加上八 好 再乘二 这个都两项的 只有两项 那中间这个 系数一样的 只有一项 加上九 所以这个多少 这是十三 是二十六 二十六 加上九 就是三十五 所以 M十四方向的系数 是三十五